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爱搞鸡 今天我们介绍的东西有些特别 现在在我面前是一个火锅,非常普通的火锅 有青菜,有肉丸,还有玉米 当然我们的玉米并不性感 不过没关系,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今天的主角 索尼的最新旗舰XQZ 这款手机的防护级别达到了IP57 所以通常情况下泡水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 但是我想,光用来泡水是不是太便宜它了 要知道摩托的戴飞两年之前就在玩泡水了 今天怎么样也得换个花样吧 没错,今天我们要用XQZ煮火锅 看看这台手机在沸腾的火锅里 能否保持自己的防护能力 手机现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可以正常操作 下面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下面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我们再翻一下 对焦好镜头 OK,我们把手机拿上来 哇,其实很烫的 刚从火锅里捞出来时 屏幕是充满了水汽的 不过过一会儿就会消失了 手机上黏上了不少的油和水 所以没有办法正常操作 我们先把手机擦干净 需要注意的是 擦干净的这个过程也很重要 因为没有擦干净的话 我们打开防水盖子 外部的油水就很容易 可以进入到手机的内部 大家可以看到 手机依然可以服用 好了,擦干净后 我们打开卡槽 看看里面的浸水汽水 有没有变色 我们可以看到 耳机孔里的四纸还是白色的 说明没有进水 MicroUSB的四纸也是白色的 也没有进水 还有TF卡的卡槽也没有进水 四纸还是白色的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即使在高温高热的环境下 XperiaJ短暂的浸泡 也是没有问题的 手机在防护工作上 还是做的相当不错 来操作一下手机 看看有没有别的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 手机依然可以服用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至于这个XperiaJ的火锅 味道如何 欢迎大家来爱搞机这边品尝 我们下期再见